男人意外地发现 自己竟然反老环童从老灯变成了一个大帅哥 他简直无法相信镜子中的自己 为了确认 他失望火急地冲向卧室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妻子竟然也在同一时间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直就是离了个大宝 原来老灯年轻的时候很穷 他一直很懊悔没能带妻子去录密院 可即便如此 老太婆还是依旧愿意跟着 他觉得拥有彼此的陪伴就已是很幸福的事 就这样 他们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 直到这一天 属于两人的命运齿轮却开始转动 两人来到了结婚时种下的苹果树前 却看到苹果树接下了一棵罕见的金色苹果 无独有偶 傍晚男主在洗漱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烦恼还童了 与此同时 女主也从老太婆变成了大美女 这天 孙女来到家里看望两人 却发现两人正在院中劳作 不料这一打招呼就坏事了 此时他的大脑急转弯 仿佛有十万个为什么在他脑海出现 不过他很快就认清了现实 并无时无刻撒娇黏住自己的爷爷 他甚至还希望独享男主 很快他把爷爷奶奶烦恼还童的事情 告知了来接送的父亲 他甚至拜托男主摆出了帅哥偶像写真的姿势拍照 第二天 两位老灯还在讨论男女主怎么没来公园参加活动 毕竟最近总没有看到这对恩爱夫妻的身影 该不会是身体变差了吧 本以为会是这么想的 可事实却是非常离谱 此时男主正在仔细地打量着该如何精准地推求 不料这一怕是坏事了 这便年轻的帅气模样 直接把在旁的老太婆迷得神魂颠倒 仅是一瞬他们成为了男主的忠实小迷妹 两位老灯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家妻子露出这种表情 女主悄无声息从身后出现 并热情地给他们递了热茶 不料这一猝不及防下 他竟紧张到与乌伦次手中颤抖 女主甚至还贴心地为他擦拭身上的污渍 这差点没把老灯给整除 高血压心脏病发弱 而在这一天 佛西也回到老家看望两人 然而这一看又坏事了 他瞬间也差点惊掉下来 慌张到与乌伦次赶紧跑去厕所 与此同时 女主竟然在社区活动中感到背后一阵阵发凉 原来母女两人都是帅哥偶像宅 此时男主的儿子在看到两人变年轻后 非常狐猛 他还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甚至质疑母女俩干嘛不早点告知自己 妻子谎称只是想等到老公亲眼看到确认再说 而女主在看到孙女如此撒娇黏住男主 她也开始有点吃醋 没想到因为男主变成大帅逼后 薄西和孙女竟因为迷恋帅气的男主 从而一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 女主只好伤了男主一巴掌结束了这场闹剧 在离别之际 女主给予了儿子一个摸头杀 原来自从儿子长大后 他就很少被自己的母亲夸奖 回想这一瞬间 儿子也觉得这才是熟悉的味道 在送别他们后 男主立马遭到一顿挨骂 这天一群老灯正愁运动找不到人选 而男阵的学校要跟北镇合并 毕竟在这里高龄化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往年都是北镇赢下比赛 他们就非常郁闷 就在无计可施时 男主的出现仿佛是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那硕大的胸肌 瞬间让他们压麻呆住了 没多想就推上男主当运动员 于是在运动会当天 北镇派来了两名战将 一上来就嘲讽男阵已经老外衰老 不适宜运动 看来今年自己一方也是会获得压倒性胜利的 然而老灯这一边也不服气 只因他们也找到了男主这张王牌 那就是苹果园的斋藤夫妇 闻言北镇的老灯笑了 他甚至怀疑两人在欺骗自己 直到男女主的出现 一场拔河比赛正式开始 两位战将怎么也没想到 尽管自己使尽全力 仍旧无法拉开差距 原来是男主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 而另一边 老灯想要女主作为拉拉队进行助威 然而女主却非常羞涩 虽然外表是大美女 但内心依旧还是老太婆 可奈何不住老灯的甜言蜜 她还是当起了拉拉队 就这样 在老婆的一阵阵加油声下 男主迸发出无穷尽的力量 凭借一己之力赢下了胜利 女主没想到 原来男阵的男人非常单纯 就喜欢这一款的 第二场是两人捆绑接力赛 这是北阵的强项 毕竟两位战将是一起活动超过十年的兄弟 非常了解彼此的习惯和节奏 而相反 男阵这边的老灯就非常吃力 然而就在接力的那一刻 男女主竟迸发了前所未有的配合 南町阳下 三刀 对于他们生活将近70年的老夫老妻来说 这点配合简直就是小儿科 他们甚至还想一直跑下去 就这样 他们轻松赢下比赛 接下来无论是投篮 还是推球运动项目 他们都是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出事不利的两位得力战将瞬间猛逼了 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不过老灯还是鼓励他们别放弃 就这样 正因男主的帅气 他在一群老灯和老太婆的热情招待和夸奖下 逐渐迷失了自我 这两个想要去大城市发展的小伙子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路过苹果园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80岁的小姐姐 瞬间就打消了去东京的想法 两个小伙的脸已经变得比苹果还要红了 落荒而逃的时候 还在感叹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而远处80岁小伙驾驶的货车也开了过来 两个小伙就这么呆呆地望着80岁的俊男靓女 缓缓离去 看着离去的两人两个小伙以后也想重点了 什么东京南京不去也罢 我只能说有这个想法 你至少少走60年的弯路 回到家后的老奶奶偶然间铁到了老头子正在看的报纸 虽然老奶奶什么也没说 但是从她的眼神中老头子已经洞穿了她的想法 第二天正在做饭的美女突然看到了桌子上的信封 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期待的那条裙子 不愧是生活了50年的老夫妻实在是太懂了 甜 太甜了 时间一晃两人在屋里看起了孙女们喜欢的电视剧 老头子表现得很是无所谓 但是这一幕对老脖子来说那冲击力可是相当强大的 直接就让老头子配合自己来一出大戏 虽然老脖子内心的小路已经快要撞出来 但还是强撑着说我们相处了50年肯定是没有感觉的 直到老头子走后才暴露了出来 时间再次一晃来到了黄昏 孙女也来到了老夫老妻家里 开门一看居然是一个卖鱼的老婆婆 老婆婆说的是口音很重的青筋腔 就类似河北每个线口音都听不懂一样 孙女也是一点也听不懂 就在孙女不知所措的时候奶奶终于出现了 而麦鱼的老婆婆看着大美女奶奶也是发出了灵魂问号 在经过孙女的一番解释之后 奶奶也是接手了和麦鱼婆婆的聊天 看着能和麦鱼婆婆无缝沟通的奶奶 孙女已经彻底被征服了 而这时麦鱼婆婆却突然揉起了孙女的脸 看着可爱的孙女麦鱼婆婆也是忍不住想让她当自己的孙媳妇 请务必让我跟奶奶结婚 时间一晃又过了好几天 二孙女来到了老夫老妻家里 经过奶奶的沟通 二孙女施奶也是如愿地住了下来 施奶来这里的目的是因为和爸爸大吵了一家 因为她爸爸总是逼着她去考医学系 从此施奶就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逃避课业 逃避爸爸 看着可怜的孙女 美女奶奶也是只用了一招就把施奶给征服了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众人准备去海边旅游 但是现在的泳装实在是太暴露 美女奶奶根本就接受不了 而二孙女也看出了奶奶的窘境 直接就让奶奶不用畏畏缩缩的 放心大胆地穿就行 这跟年纪无关 能让喜欢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不也是很不错吗 听到这的奶奶直接就逃避话题逃走了 而睡着的老头子肯定是装的 毕竟漫画里他可是那个了 时间来到晚上六点 美女奶奶接到了一个冒充他儿子的诈骗电话 但是聪明的奶奶直接打开了录音键 并表示你就算不是我儿子需要钱的话 我也会打给你 话还没说完 骗子那边就把电话给放下 第二天电视上就播报了 那个骗子去自首的新闻 真是太牛逼了 身体变年轻之后视力也变好了 大孙女听到之后 直接就跟奶奶玩起了爱的小游戏 经过这个事的大孙女还是不服输 说起了爷爷奶奶谈恋爱的时候签没签过什么 老夫老妻面对这么羞耻的事情 当然是毫不留情地反驳了回去 时间来到第二天 买完东西回家的老头子 在此时发现了美女奶奶的左手 今天居然没戴手套 看着这一幕瞬间就想起了大孙女的话语 如果此时签上去的话 那不就是彻底败给了大孙女 虽然大脑是拒绝的 但是手还是还诚实地勾起了手指 时间一晃两人来到了二儿子的医院 在做了检查之后发现两人 现在呼气比以前好 过快的脉搏也降了下来 这是真的变年轻了 在送走老夫老妻之后解释了二儿子医生的由来 奶奶在黑发的时候就有肝癌 而为了拯救自己的母亲 二儿子也是拼尽所有才当上了医生 但是当上医生之后 也只能是介绍医生开药和检查而已 但是现在的奶奶由于苹果的力量 从而变得年轻了 即使这不是自己的功劳 但还是有种得到回报的感觉 而开头的那棵苹果树 这颗象征着爱情的纪念树被封刮断了 但是老头子就算拼上自己的性命 也要救活纪念树 可能是感受到了老夫老妻的爱 被救活的纪念树经过多年酝酿 接触了这颗金苹果 而奶奶看着这颗金苹果 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促使它吃下去 而随着金苹果的落地 纪念树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彻底倒下去 随着苹果的倒塌 奶奶也进入了梦乡 在梦中苏醒的奶奶一眼 就看到了空中漂浮的巨大沙漏 这应该就是代表她生命的沙漏 沙漏流干的那一颗生命也会随之结束 还不带奶奶深入思考 沙漏就自己倒转过来 这应该代表着苹果树赋予二人的心声 第二天聊天的老夫老妻都做了这个梦 而今天也是两人结婚58周年的纪念日 老头子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准备 而美女奶奶自然是不幸 就算她没准备自己也准备了红豆包 说着说着就走到了冰箱门前 小子 小子也说过去准备吧 小子也说过去 老奶奶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老伴居然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而起因居然是因为老两口玩恐怖游戏实在太起劲了 为了预防变年轻的老两口老年痴呆 孙女小师给他们介绍起了一款恐怖游戏 起初两个人觉得并没有意思 毕竟只是动动手指盯着屏幕暗而 关键这游戏里的丧尸还会动 这让他们很是害怕 而令他们最没想到的是 游戏里的主角竟然还是自己 此时的小师也似乎意识到这游戏并不适合他们 要是再下出个心脏病就不好了 可谁想只是这么一会儿功夫 老两口却越玩越起劲 着实把小师吓了一条 可就在晚上 老爷爷进入到了一个梦境中 身旁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沙漏 自己在变年轻的这段期间一直梦到这个东西 他思考着是不是这段时间过得太疯狂了 所以时间也随之消耗得很快 自己可是还有很多是没做呢 儿子为他们规划的蜜月旅行也还没去 以老奶奶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 正是带他去的好时机 可就在这时沙漏突然翻转了过来 看着奶奶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爷爷说到果然你还是喜欢年轻的我 现在这副模样和你待在一起 简直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但奶奶却暖心安慰到 自己喜欢的不是年轻的你也不是年老的你 而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叫做摘堂的男人 小妹就叫做摘堂的男人 既然是没了 四日一早两人再次来到医院检查身体 眼前的景象属实让自己的儿子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父亲居然回到了老年模样 他告诉母亲 就目前状况看来 父亲的身体并无大碍 反而比变年轻之前好一些 之后应该会逐渐回到符合年纪的身体 可反倒是母亲 他现在还是二十几岁的健康身体 这样子下来他或许比自己都还活得长久 而这时奶奶也陷入了沉思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爷爷会比他先走一步 到那个时候 自己的孩子们也许都已经不在了 等到他们回到家以后 魏奶家三人也是被惊呆了下巴 不过爷爷让他们别担心 自己就算变回老年的模样 可体力还和之前一样哦 要不信的话掰手腕试试吧 这时的大儿子劝道父亲可不要勉强 自己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就这样爷爷赢得了比赛 随后老两口便出发购买装备 可却引来了其他人的议论 因为他们看着实在不像一对夫妻 就连店员都以为他们是爷爷带着孙女出来购物的 此时的爷爷为了避免尴尬 也就默认了这件事情 可奶奶却不同意了 回到家以后爷爷看着两人最喜欢吃的大福陷入了沉思 变年轻的时候两人经常吃 可最近奶奶都不当着自己的面吃了 应该是害怕变老的自己引发糖尿病吧 果然他还是太了解奶奶了 等到夜深人静 爷爷睡着过后 奶奶端出一大盘大福开始吃了起来 自己正是因为担心 爷爷现在的身体吃太多糖会引发糖尿病 所以才不敢当着他的面吃 可就在这时爷爷却突然出现 这让奶奶着实没想到 赶紧解释到自己可不是在偷吃 但就在晚上 爷爷再次陷入梦境当中 他看着这奇怪的沙漏思考了起来 既然把沙漏翻转过来会变成老年 那自己再翻一次是不是就能变年轻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一早他又又又变年轻了 可奶奶的反应却是很平淡 紧接着他问到爷爷 他们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不老不死了 婆様多分それはない 砂が外差溢れ落ちる仕掛けになっていて いずれ空になる 砂が尽きるとどうなるか分からんが 私はそれで今回の若返りの奇跡が終わると思っとる 大丈夫だ 私等は永遠ではない 息子たちより長生きすることはないで 砂時計の具合から見て あと数年ってどこかの 私が婆様だけ置いていくことはないから 安心する ありがとう みんな